我想就是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它解决什么问题 接下来的话 其实我也试着用那个就是ChartGPT 比如像刚刚的问题 我就请他帮我写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交给那个ChartGPT 当然我这个问题在这里 请帮我撰写 下载网页的 表格资料到Excel 的VBA SAP程式 那我自己跟他讲说王子为这一个 那我只有先请他帮我下载一页看看 OK 特别说你不要野心那么大 请你帮我下载一到76页 那出错的几率很高 我是建议你可以渐进的 尤其这么复杂的城市 你一定要完全都把它下载太难 你可以先下载一页自己再改 或者是请他再把它改成一到76页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试了一下 底下他有帮我跑出来 不过跑出来的有点让我 就这一段 这个把它复制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比较复杂的城市 他好像没有办法一次就做对 所以我把它贴上 贴到这里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开一个空白的新工作表在这里 然后呢我就让他跑跑看 不过跑之前我先看一下城市 这个城市应该是 UIL就是它的网址 然后它是用什么 叫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就是开外挂 所谓的开外挂就是说 它为什么可以把资料下载下载呢 就是呢 它ECL本来是不能够抓网页资料 所以它的外挂是什么 它直接把浏览器 IE嘛 Internet Explorer 把它当成是一个应用程式 把它外挂进来变成一个物件 然后本来不行哦 现在变可以了 所以哦 VBA里面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不会的 不能的没关系 可以外挂进来 比如说它不能上网 可以外挂IE 比如说不能记信 你可以外挂outlook 它就可以记信 诸如此类的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外挂 这个外挂蛮好用的 也就是将来你的资料 只要在浏览器可以被看到 它就可以把它抓下来 但是你要怎么叙述 底下重点来了 它就是去找 这个elements elements实际上就是 我刚刚按右键检查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看到的 主要有几个 一个是html 那一个是class 也刚刚也有印象 class 它去抓class名称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发现有tr tr这边出现 tt有出现 意思是说抓到那个table之后 在抓里面的列 跟它的储存格 一个罗伯尔坑的 把它放下来 但是我刚刚试一下 我发现好像不太OK 执行一下 能不能跑 可以跑 但是得到是这个 这个怪怪的 这个好像似成相似 查开讲记录 这个是不是好像有看过 查开讲 在这里 所以显然它抓错了table 它有抓 但是抓错了 那为什么错 跟各位按右键看一下 检查一下 它的class名称叫什么 这个class名称就是这一个 autostyle1 看一下 这个程式 autostyle1 所以它是抓那个名称 你说老师那不对 可是我不是要这个东西 我是要这一个怎么办 没关系 按右键 怎么样 检查一下 你就检查这一个 这一个 它的名称叫什么 autostyle4 所以哦 很简单 但不过啦 你要知道原理原则 你就会改了啦 你就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直接改成 1改成4比较好了 所以它其实给你 成4对了 只是说 它抓错开来死了啦 OK 本来抓4的就抓1 很简单嘛 把它改4比较好 其他都要改 其他应该不用改了 它就把它每一列 里面的TD 统统下载下来了啦 OK 我看试一下 应该就这样啦 我试一下 我也不确定 改完之后 然后把这边 就把它deleteal掉 恢复一下 然后拉回来 让它一样 好 再接下来我不管 直接跑跑看 有没有 马上可以了 OK 但是啦 目前也只是抓 一页的资料 OK 目前也只有抓 一个page 这个没有自动挑的 有没有 这个是日期嘛 这个是号码 特别号 哦 这样也可以耶 有没有 所以哦 这个的话 你们其实 如果要参考的话 用chart.pt 真的可以给力哦 OK哦 有没有 这一个叙述 但是 这个我之前抓的程式 但是现在新版会不会更厉害 不确定 可是我觉得 他难免会出一点点的小bug 除非说你的问题里面直接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抓那个class名称是autostyle4 这样就更不会有错了 所以呢 当然如果你要避免错误啦 不过你就是要看懂这个啦 有没有 右键 检查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一定要学会啦 因为你学会的话 你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些关键的东西 什么关键东西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就是这个table标签 它后面的名称 有没有 OK 所以你其他看不懂没关系 真的 其他暂时不用看懂 都没有关系 看关键的东西 所以有三个标签 你一定要看得懂 第一个是table 第二个是tr tr就列嘛 第三个是td 大概目前这三个看得懂 应该就够了啦 那至于你将来如果想要更厉害 一点的话 可能还有蛮多 你慢慢再增加 你会发现 其实还好啦 网页其实也没有太困难 OK 所以刚刚提到的就是 有关用challibee帮我写出来的程式 在云端的第五页的地方 下面当然我也有请他说 请使用create table 因为我们这个范例是用create table 它其实也帮我写出来 好像应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各位也不妨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最后因为我们要统计 到底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的数量出现最多 但问题我们好像还没有完成 因为这个资料需要删除多余的栏名 就是那个第一页也有那个上面的这个标题 有没有 这个有这个嘛 在底下的第二页 它又来一次 第三个又来一次 有没有 所以总共有76页 等于就是有76个这样的东西 那理论上只要一个啦 因为上面蓝名只要一列嘛 不用那么多列 所以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来我就想一个办法 其实我后来发现 以前最早的 就是我用写一个程式从头找到尾 只要是日期的 除了第一列不三 其他都三 可是我发现这样好像有点慢 因为它一直往下找 找到三 找到三 跑的效率不好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排序 也就是说呢 有把 因为我根据第一 这个有没有 这个A1得来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我就把它按照 这边有地增跟地减 那我后来发现 我就让它按照地增排序看看 地增排序是长这样 那如果地减排序呢 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地增呢 它会先数字在英文 在中文 可是地减的话呢 它会先中文 在英文 在数字 那如果地减 这个应该 那我就把所有的日期 通通都放在这里 那再来我就做一件事 很简单 我就把什么 这边留下第一个 比较好 第一个不要删 不然第一个删掉 就没有标题了 OK 然后把它按右键 删除 这样就删完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再做第二件事 所以我这边是 我有把它写成层次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删除什么 删除那个 其他不需要的资料 我感受一下 其实所以刚刚 我应该不能先地减 我应该就直接 先把它地增就好 不然它会多排一次 先第一步先把 游标放A1 然后先地减排序 OK 然后把这边留下第一个 底下的部分呢 通通把它删掉 再把它删掉 那第二个的话呢 底下这些也应该是多的 所以从什么 从A2一直往下 找到哪里呢 这个都是什么 这应该都是 这是新级级的吧 哇 这么多这么多 到哪里呢 到这边 OK 到这里 所以把这些全部都把它删掉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日期部分 我看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再把它重新排序 OK 好啦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就是把 多余的资料 把它全部删掉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